2023年9月23日 美国海军游骑兵号和水手号原型无人水面舰 已经抵达了日本横须鹤港 这次部署可不是为了搞什么奇怪的远足 而是美军首次把这些无人水面舰 派到西太平洋参加军事演习 他们的任务 主要是为了测试一下这些家伙的侦察和攻击能力 看来美军是真的要应对中国海军越来越嚣张的危险了 这两艘美国海军的无人水面舰一抵达日本横须鹤港 就开始了参与名为无人系统总和战斗问题23.2的军事演习 这个演习的首要目的是在印太地区测试各种无人军事设备 这次的特别之处在于 尤其兵号和水手号这两艘家伙首次横渡太平洋 简直就是像一场超级远足 听说一艘驱逐舰和两艘无人水面舰艇 可以替代三艘驱逐舰 这可真是一个力量的倍增气啊 无人水面舰艇的指挥官戴利表示 这些自主运行的家伙可以取而代之 执行各种追捕计划 尤其兵号和水手号这两位无人水面舰 他们可不是参加船上婚礼的嘉宾 而是美国在2018年推出的 幽灵舰队霸主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打造更多无人军事装备 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 但听说俄罗斯某媒体说 中国海军近年来飞速发展 规模已经超越了美国 规模已经超越了美国 这可是一场军备竞赛的硬仗 为了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 美国军方可是积极行动 他们正在制定新战略 以备各种潜在的冲突 这帮无人潜艇的主要任务 是帮助美国海军 快速发展超级无人系统 利用远程 半自主或者完全自主操作的优势 在各种战场中强先一步 就像是在打一场超级棋局 不过这回的棋子是无人水面舰 不过美国可不是唯一一个 在这个大海上玩游戏的人 他们老说中国试图制造区域冲突 升高威胁 不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无钱可不买账 他说美国无缘无故 炒作中国威胁 显中国欲不易 无钱还强调 中国可不想挑战任何国家 但如果有人非要来捣乱 中国可是会陪你玩到底的 看来这个海上撕破喉咙大赛 可不容小觑 各国都在角逐着 谁能在这个大海上当上霸主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美国的幽灵舰队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GF 幽灵舰队的正式名称 是美国国防预备舰队 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舰队 他的任务是把那些 在战争时期 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 但在和平年代 变得不那么值钱的船只 送到一个港口 统一封存在那里 不仅如此 还要定期维护 以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这些老家伙 可以随时被重新召唤出来 就像是超级英雄一样 说到最盛大的时候 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 在1950年 曾经封存过 2277艘各式各样的船只 然而到了2003年 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274艘 但现在仍然有至少 200多艘老舰艇 在那里静静地等着 他们主要包括 各类军用商船 运输舰 补给舰和其他辅助船只 这可是一支真正的老兵团队 就像是航海版的 复仇者联盟 顺便提一下 英国也曾有过类似的舰队 叫做英国后备舰队 不过可惜的是 在1970年 他已经解散了 所以现在只有幽灵舰队 依然魅影般存在 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挑战 就像这个舰队的名字一样 他们可能在一瞬间 就从海底浮出来 成为战争的母后英雄 它的历史背景 美国联邦海事管理局旗下 有三大幽灵舰队 这个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一支海上幽灵故事的开头 但它可是美国联邦海事管理局的大亨 这个故事开始于1925年 当时的美国考虑了一个问题 把所有退役的军舰和运输船 都存放在美国的三个地点 以备故事之需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把一群老兵 送到海军版的老年养护院 等着世界大战 或者美军卷入全面战争的一天 重新投入战斗 有点像是军舰版的超级英雄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各国都在疯狂裁减军备 美国也面临着一大批 刚刚服役的军舰 需要退役和报销 然后就有一位叫 欧内斯特金的大佬提出了一个疯狂的主意 拆掉一些关键部件 把这些老战舰送到几个港口封存 然后平时有预备役人员管理 有需要事就可以随时派上用场 最终美国国会在1925年 通过了一项法案 成立了国防后备役舰队 于是幽灵舰队正式诞生了 这支幽灵舰队由美国海军早已退役 但仍然状况良好的战舰组成 这些老家伙一直在定期维护 保持战斗状态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增加美国海军的规模和战斗能力 不过自2000年以来 由于美国肩负庞大的海外战争负担 幽灵舰队的养护经费一直在缩减 再加上现代战舰的技术越来越先进 这些老战舰早就过时了 要想重新出山应对未来的战争可不容易 所以幽灵舰队或许不再是未来海战的主力 但它的历史故事可是相当炫酷的 就像是一本关于退休老兵的传奇故事 它的显示背景 海军作战充满了环境不稳定 复杂多样的技术 还有超级难的指挥控制 在美国海军和其他大国之间的海上高强度竞争中 要尽量减少人员伤亡 就必须依赖那些无人作战水面舰艇和超酷的幽灵舰队 听着要在这种高度技术化和智能化的海上对抗中 立于不败之地 这些家伙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那么这些幽灵舰队究竟有什么骚操作呢 首先他们可以执行战场侦察 监视预警目标发现和定位等任务 简直就像是海上的特工007一样 这帮家伙可以牵制于现有舰队之前 部署在整个作战编队的前沿 身上装载各种预警探测和侦察装备 就像是穿越战场的眼睛和耳朵 他们组成一个传感网络 实时收集并处理战场情报 然后将目标情报传递给身后的有人舰队 简而言之 他们就是一只作战信息高速公路上的重要枢鸟 美国海军使用的无人舰船 当然也有一些骚名鼎鼎的家伙 比如海上猫头鹰 斯巴达侦察兵 海湖 X2等等 他们就像是未来海战的超级英雄 随时准备投身到危险的任务中 而不必担心人员伤亡 所以记住这些名字 因为他们可是海上战斗的未来之心 投入战争 二战爆发时 德国潜艇在大西洋肆虐 疯狂击沉英国商船 英国当时可是严重依赖外部物资 所以他们的首相丘吉尔决定 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求援 可是问题来了 当时美国还奉行中立政策 美国民众和国会都对卷入英格战争表示反对 所以罗斯福面临着一项超难的任务 如何在不违反中立政策的前提下 帮助英国度过这场危机 罗斯福的大招是利用美国封存在港口的一堆旧军舰 他决定把这些老家伙租借给英国 就好像是租了一辆二手汽车一样 这些舰艇可不是什么先进的军舰 但他们能派上用场 至少在保护英国商船免受德国潜艇的攻击时 可以发挥作用 最终50艘这样的旧舰艇被租借给了英国 帮助英国度过了当时的困境 这就是历史上的一次超级租品交易 而罗斯福可谓是这场交易的租借巨头 所以记住 有时候老旧的东西 也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就像这些舰艇一样 项目规划 幽灵舰队项目 最先由美国海军研究处 和美国海洋系统司令部提出 后由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主导 在2009年 美国海军研究处开始着手研发无人水面艇 当时的目标是让这些家伙能够搭载 多达4000磅的各种货物 包括可以侦测水雷的声纳 和一套无人感应扫雷系统等等 然后以每小时20节的速度 航行20个小时以上 听起来就像是把无人舰艇 打造成了水上快递小哥不是吗 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 为了这个项目却立了更大的目标 他们要打造一支完备的无人攻击舰艇舰队 这支舰队不仅要具备强大的指挥控制系统 还要通过网络互联 就像是水面上的无人军团 2010年这个幽灵舰队项目 主要停泊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尼西港 费吉尼亚州费城的尤斯迪斯堡 以及德克萨斯州的伯蒙特 然后来到了2019年 美国海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要建造一支包括10艘无人舰艇的幽灵舰队 这些大型无人水面舰艇 开始进入评估和研制阶段 美国海军甚至在2020年财年的预算中 提出了耗资4亿美元 建造两艘大型无人水面舰艇的计划 然后在接下来的5年里 投资27亿美元来建造更多这样的舰艇 看来他们是认真的 2020年10月 美国海军的一艘大型无人水面舰艇 取名为游击兵号 完成了首次穿越巴纳马运河的壮丽航行 随后第二艘大型无人水面舰艇 流浪者号也成功穿越巴纳马运河 进入太平洋水域 这被美国国防部宣布为 无人水面舰艇发展的里程碑 意味着他们正在向着实战化迈进 而在2021年9月3日 更令人激动的消息传来 美国国防部宣布 流浪者号成功发射标准缸6导弹的测试 这标志着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项目 正朝着实战化买出坚实的一步 这可是一次真正的海上革命 不是吗 这支幽灵舰队可能很快就会在未来的海战中 展露头角 成为海上的超级英雄 游击兵号发射标准缸6导弹 2023年9月18日 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中的水手号 和游击兵号无人水面舰艇 突然袭击了日本的神奈川横须鹤港 这可是一次罕见的访问 就像是外星人突然降临一样 横须鹤可是美国海军第七舰的老巢 所以美军的无人水面舰艇抵达日本 实在是个大事件 要知道这些家伙可是未来海战的巨星 虽然没有船员 但他们拥有无比强大的技术和智能 再来说出二战时的游击兵号 他可是个传奇 当时他不仅获得了两枚战斗之星 而且在吨位上介于蓝力号和蓝克星吨级之间 虽然他的速度只有29节 而且在恶劣天气下无法起降飞机 但他的舰载机数量和火力已经接近大一倍的列格星吨级 简直就是海军假日时代的性价比之王 但说回来海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陆地战场相对稳定 空战场虽然复杂但还能应付 但海战场就不一样了 涉及到潮汐 风浪 光线反射 还有不同海域的水深等一大堆复杂因素 就连气候 时间和空间都在不停变化 虽然在海战场上玩起技术 可真是不小心的话 你的船可能会变成玩具 而说到技术复杂性 202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的主管麦克莱西说 幽灵舰队项目可以将美国海军的无人水面舰艇发展推进10年 但是美国国会似乎对这个计划的技术方面有点犹豫 导致资源分配大幅缩水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记住 那就是无人水面舰艇的机群使用问题 这可不仅仅是把船放在水里 他们需要像一支有机的舰队一样 协同作战 识别目标 处理信息 进行智能网络协作等等 这绝对是高层次高复杂性的技术问题 就好像是要组织一支超级海上乐队一样 所以这些幽灵舰队的船艇虽然没有人在上面 但他们可是未来海战的明日之星 无人化的航海冒险即将开启